以色列坦克随着地面部队 持续在加萨作战扫荡哈马斯 周围建筑一片狼藉 居民早就能逃就逃 不少人选择待在加萨中部扎营避难 但难民营的范围越来越大 甚至快要到海边 凸显越来越多人流离失所 以色列则继续狂轰加萨 包括北加萨这所学校 25号遭到乙军无人机空袭 造成至少10人丧命 其中包含多名儿童 根据联合国单位指出 加萨36所医院中 已经有21所停止运作 从北到南医疗系统濒临崩溃 国际法院日前还下令以色列 停止攻击拉法 但依旧没用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政府 持续无视联合国 打加萨已经杀红眼 就连以色列国内人民声音早已分歧 台拉维夫大批示威人士上街 怒烧东西抗议 警察喷水柱 警民不断出现发生冲突 场面十分混乱 民众诉求只想停战 和赶快救出人质 尤其纳坦雅胡一些内阁 想永久占领加萨 但根据专家分析 以色列多数民意并不支持 认为这只会持续烧更多钱 牺牲更多人命 这场战争也已经让以色列社会 裂痕越来越大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